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节目 过去几年英国的能源价格高企主要受到俄乌战争影响 天然气价格升得很高 也间接导致英国的电力成本上升不少 虽然过了几个月这些能源价格都开始下降 但现在中东又出事 见到最新天然气的批发价格又再上升 可能过多几个月我们又要捱贵的天然气费和电费 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买个发电墙 自己的电自己发呢?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间公司 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大家的服务 先来看看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叫Ripple Energy 我也要利益申报一下 我认购了这间公司的一小部副股份 我现在也是去客户 这次已经是第四个项目 我认购了一些合作社的股份 另外如果大家参与这间公司的话 如果是透过我的转介 你和我都会有些折扣 这间公司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帮人撮合 形成一些合作社 什么合作社? 就是一些清洁能源的合作社 之前有出过风能也有出过太阳冷 现在说到第四个项目就是一个风力发电墙 大家可以选择购买一个风力发电墙的合作社的其中一部分 原理就有少少似大家是隔分做生意 隔分就是开公司 不过这间合作社的目标就是比较简单 大家也是要靠Ripple Energy 帮你做管理 但是整体来说 它会做什么和怎样做呢? 都已经说了给大家 最新推出的是第四个发电墙 之前已经有三个 简单来说 你现在想买这三个合作社的股份 其实也是买不到的 但是现在来到第四个发电墙 现在就开始去到一个预购的时间 这个时间就会去到四月十八日的夜晚九点钟 英国时间 这个时间之前大家都可以认求 这个概念是怎样呢? 就是你可以买一个风力发电墙的一部分 当然不是买了整个 买了整个很贵 Ripple Energy 帮别人有兴趣的 撤击了他们 就是共同拥有一个风力发电墙 拥有一个风力发电墙的一部分有什么好处? 主要就是两部分 第一就是参与环保 可以让大家的电力 主要是来自风力发电 就可以减少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 你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个好处就是 可以在真正的电费内扣减 那扣减多少呢? 这个概念是怎样呢? 到实际上运作的时候 就会在你的电费单 每个月你会得到一个credit credit意思就是在电费单上 是会减少钱的 即是你本来要付100磅 如果你的credit是50磅 那你就会付50磅就可以了 大约的概念是这样 可以省多少钱呢? 简单来说 就是到时 就是 Ripple Energy 和电力供应商 调整个价格 减少整个项目的盈运成本 大致上就是这样 当然了 如果再复杂一点 其实在文件里面就有说 大家也可以自己慢慢看一看 其实它也有很长短的FAQ 我也鼓励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都真的看回自己最有兴趣的一些 如果有时间看完 当然更加好 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Ripple Energy的网上 有一个预计大家可以省多少钱 根据你的家里的用电量 分较低众高 或者超级 如果你是电动车的话 就超级 我自己就介乎高和超级之间 大约五千度电 每年大约 如果想知道自己多少度电 其实你拿回自己的能源公司 电费单里面肯定有 有一个estimated annual consumption 你看看数字 就会看到几多kWh kWh即是多少度电 这里就看回你不同的用电量 也有计算一下 你一次过要付多少钱 可以选择12个月分期 不过一次过付钱 就会简单一些 就不会忘记这件事 下面就会显示一下 如果你参加了 对于你来说 二氧化碳会减少多少 最重要下面一点 就是首年的电费预计会减少多少 这些数字是indicative 就要看未来的电费 电力价格是多少 不是保证 不过就是预估的数字大约是这么多 我看过他的预测 基本上根据政府的数据 应该不会作大 他也有个网上计算机 就让我应应回自己的情况 就按 我尝试输入每年五千道电 都是我过去家 每年的用电量 大约都是这个数 也不是差很远 那他说的出现数字 就是我会一次过给 如果我要买合作社的股份数目 等同我一年用电量的百分之一百来说 我一次过就是要给三千四百八十九磅 但预计首年我可以省到二百九十磅 如果省的话 大概有百里的回报 可以有问题 不过留意一下 这个二百九十磅你收了之后 其实也是要报回这个 是当银行利息的 但因为大家 我想大部分人都有一个 savings allowance 有个面税額的 如果你是有个面税額的话 而你的数字又不超过的话 照计都是不用交税的 不用就这二百九十磅去交税 这个就不是说给你买多少也可以的 你说百里很正 买多些可以吗 其实不是的 你也要报回自己每年家居用电量多少 最多给你买百分之一百二十 如果你说不用那么多 百分之一百或百分之五十 自己拭除专便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买的 我在这个Ripple Energy 第二个发电厂推出的时候 已经买了 这个在英格兰西南部的Dural Water Solar Park 现在正在建立了 如无意外 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就会落成 不知道会不会是延期 不过暂时看它的消息都说是年底 到时候我就可以开始通过这个太阳能发电厂 就在我的能源账单上 就会看到有些钱 就会作为credit 进入我的电力的户口 这个就是太阳能发电厂 今次推出第四个就是风力发电厂 性质有点不同 但是这个做法也是类似差不多 关于Dural Water Solar Park之前有一个投票 就是说好不好加入政府的cfd 但最新的结果就是已经否决了 所以这个就不会发生了 也会去到本来的宗旨 就是说你买个合作者股份的一部分 有什么帮助呢? 就是当我电力价格是高的时候 你得到的一个是折省的那部分就会越多 就是你省电费越高你省得越多 电费少的时候你省的钱就少一些 那就可以说对冲了电费价格对自己生活的供应 那也就给大家看回 我之前买这个Dural Water Project 现在就去到这个阶段 那之后也还有几个阶段 那这里就说预计2024年年尾就会开始发电了 那希望它真的可以顺利进行 这个也有一个referral scheme 那如果大家用回我的这个连结 那我放在这个画面上 用回这个连结的话 如果是你参加Ripple Energy的话 那就是会有一个额外之交 那你和我都会有25英镑的额外之交 这个年纪你都在这条影片的下面这个位置 也就是描述里面也有说清楚的了 那其实呢 就要太阳能发电 那其实就是不只是一个方法的 那如果你的房子是一个房子 有一个适当 可以安装太阳能板的屋顶 其实自己安装太阳能板也有它的好处 那当然你要搞一些工程 救了一大论 那还有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个太阳能板呢 你搬屋就搬不走的 那因为呢 黏在这里了 当然它也有了提升你的房子 那个是价值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搬屋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 那就是给下手业主 你当下手业主帮你买了 那但是Ripple Energy就不同了 因为Ripple Energy那些 其实发电厂都不在你家的了 就是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它呢 都要靠输电网输动去你家的 那也就反映成本里面的 那所以就 你在英国 无论你搬到哪里 应该在打巴烈癲 搬到哪里呢 其实那个关系都不大 那也就是跟着你啦 那如果是真的 又要做一些不幸事故呢 那这些股份呢 都可以转给后人 那这个呢 在他的FAQ里面 也有仔细说明的了 那之后说完呢 但是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那我自己就决定了 那我之前呢 就买第二个发电厂手 就计算了个数 那就是全屋每年总用电量的60% 那主要因为我也知道 它除了太阳能之外 也有风能的 那就是等这个计划 那现在出了第四个计划 那我也是下了25英镑的顶 那我还没有决定 那我还没有决定 那我还是很难想的 都不知道呢 每年的用电量 是否最终真的5千英镑 因为几个因素影响 包括几年可能会买电动车 可能会转用热泵 但同一时间呢 又有机会就装 家里的太阳能板 那两个因素抵消呢 究竟最后是 会用多少电呢 那现在就比较难估 希望就是它真的要确定要买的时候 那到时我就可以有个确实的数字了 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买这个Ripple Energy的合作社股份呢 有的话就是要快手了 因为在2024年4月18日晚上9点钟 就是会截止那个预购 当然了 如果是预购人不太多的话 他也有机会公开认购 不过这个就不肯定了 如果大家预购的话 其实暂时只会给25英镑 之后你都可以再决定去码 还是不去码 这个三个时间我就会再和大家跟进 报告一下最新 关于Ripple Energy第四个 风力合作社的一个消息 说到这么多了 麻烦大家在走之前点点赞 如果还没订阅护士频道 点赞 拜拜